老闆...來 請教個問題 抱歉...請教個問題 東港的蝦米有哪些 這個我們說東港蝦 東港蝦 因為我們東港人 是比較喜歡用這個 什麼都用這個 肉粿油飯 中蝦 這兩個是一起起來的 同一個海域 可是深度不同 但是你只要有普撈的話 他們兩個就會是一起 對 就會一起撈的 大部分 大部分都會... 這個會比較深海一點 這比較深 這比較淺 所以你把深的撈的 淺的當然就一起上來 這個會附一點點 OK... 那這個 四尾青 四尾青 對 這也是四尾青 對 這個是燙熟的 燙熟的 加一點鹽 然後燙熟 然後再烘乾 可是它是烘半乾而已 半乾而已 對... 這個是直接烘全乾 可是它沒有加鹽 它也沒有燙過 就直接烘乾而已 這會用在哪裡 這個嗎 一般他們 你像包粽子的都是 對 包粽子一般都是用這個 黑冰 對 因為我有好幾家那種 包粽子的 他們這樣買的是 大概有兩箱 三箱這個這樣 這個呢 北部的人 中北部的人在炒菜 一定要吃多 對嘛 我就說看得很熟 很面熟 所以你在... 炒菜就是用這個 你在北部的人就看到這個 但是我們現在看得到嗎 這個 其實現在還有一部分漁床 有在有 有在撈嗎 有在撈啦 可以嗎 你看我怎麼看這個網站 它這樣去要到多遠的地方撈進來 都附近而已 在附近而已 就大概... 還不到小流窮啦 你說你小的時候是怎麼樣 你小的時候再撈這樣的蝦 以前當玩... 當玩也很多 當玩也很多 但是在下午的時候 那個波子弄下來 整個都紅的 整個水都紅的 紅的 都是紅色 白色都紅色 暗紅色這樣子 你就知道那個就是蝦 刺蝟青 就是刺蝟青蝦 所以你們就... 小孩子就有 我給我 問一下 我們這個刺蝟青蝦啊 是有算藍的 算藍的 用30公斤啊 30公斤 怎麼算 價格不好說 看尺寸啊 對啊 見面情就只談圓 不談錢 那我等一下要拿藍藍走可以嗎 可以 自己的 記得兄弟 我們老闆那麼熟 你看 對啊 東港的熱情 對啊 我們要表現南部人的熱情嘛 你出去這樣多久 大概一個多小時啊 一個多小時的時間 抓了幾籃 藍藍30公斤 今天還好一般般就 大概300 400斤而已 300 400斤 算一點點而已喔 半斤喔 也... 你最好的紀錄 曾經抓過幾隻 兩噸多啊 一共 兩噸多啊 對啊 而且好潮汐 那個提供背後 我們那時候啊 對啊 偷海 偷海人就是這樣嘛 對啊 剋天剋海吃飯啦 對不對 看一下蝦子好不好 來... 你來啦 聽一下啦 對啊 我也請這張車 來 一人手 一人手 這太重了 看一看一看 鳳仔 到三公斤 鳳仔 我可以嗎 我可以啊 不要這樣 你沒有預防喔 小心喔 你沒有預防喔 來... 這是可以吃的 這樣就可以吃了 真的嗎 你來... 你來... 這最甜的啦 你確定 這樣就可以吃了啦 有的應該還在火吧 有的還在火啦 對啊 我挖下面一點好不好 比較新鮮啦 終於是新鮮 你笨笨 真的嗎 上面就是最... 他說我笨笨的 對... 甘甜 很甜啊 甜的 那這為什麼還要曬乾 不用擦乾啊 不用加工啊 沒有腥味 沒有腥味啊 它現撈的當然是沒有腥味 像腥味 像清的啊 因為這個亮鍋啦 保存不好保存 不好保存 如果要說低亮去販售 我們就是要曬乾啦 它是真的來行的 你吃就是這樣吃 這樣 這樣吃還有一些 大梅料理雞很好吃 好啦 等一下喔 來去那個... 永遠看要處理一下來吃 我先幫你摸一下 好 加油 差不多每年的... 七八月 台風過後 產量會比較多 東港它那有... 產銷斑 它每年的... 六月一號 開始... 開放捕捞 到... 到十月底 十一月一號 開始到... 到五... 到五月底 就是那個櫻花蝦的產季 那現在就是... 過年冬天這一陣子 抓漫魚的漁船 沒有漫魚可以抓 就... 就補到那個刺尾青 大姐 這刺尾青蝦 我看你們都很冷 一檔 開始一直冷冷冷 為什麼要冷冷 因為... 這是海鮮的東西 要搶時間 要搶時間 對 如果現在沒水下來 它會很快就跑掉 不會... 它算是... 當然我們的時間要快一點 快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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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所以它現在回來 就這樣用水灑過 用鹽用水灑 這呢 對 我在那邊請車 快點過了 我可以拿嗎 可以... 我可以拿 我灑... 灑鹹水以後起來了 然後花蝦也是白色的 對... 所以你日子天要買 你可以去買 你想要買有煮過 想要買不煮 都可以 都可以 吃起來比較不一樣嗎 這個鹹 那是算是... 香毒比較好 這就是人家鮮豆漿 都可以了 鹹豆漿那種是這個 對... 如果我們一般做什麼肉 什麼差彩 這也可以... 這也可以... 每天來的數量都不太一樣 不太一樣 不過現在很多 漁民你們只量多少 我們就做多少 做多少 對... 好厲害喔 我看你們大家看成這樣 現在這個可以吃嗎 這個可以吃 是什麼可以吃 都可以吃 切的我... 我講什麼 這個可以吃 熟了...都可以吃了 很鮮的 鹹鹹鮮起來 鹹啊 一定鹹鹹 它是三塊鹹水的 你... 你破壞也破壞 你... 下酒... 下酒了... 下酒了... 對... 我跟妳講 你把這個有沒有 現在抓一把白飯 直接下去炒 加蛋 對... 你又不用鹹啊 這樣就這樣 對...這個用料理都不用用鹹 這就好 鹹蝦皮啊 先殺青再烘乾 差不多六個小時 一天下來喔 幾乎沒有休息啦 一直工作啊 沒有蝦子的時候最輕鬆啦 不然都差不多一連 都有工作做啊 雖然在晚上 仍然要繼續拍攝 難免會體力不浸 但對這群人來說 工作才剛要開始 在蝦 煮蝦 裝盤 烘乾 忙完後 已經是隔天中午 該記一下五藏廟了 剛好就 有這個機會試看看啦 你... 我講本身沒有啦 這樣講其實五杯要做一做 很好吃 別人來說要點這一道耶 對啊 試看看還不錯啦 好 怎麼做 先熱鍋吧 熱鍋了嘛 好 熱... 要多嗎 可以多一點 可以多喔 就這樣 OK 好 來一點... 熱鍋 冷藥不沾鍋 可以... 這像是什麼 海鮮煎麵 海鮮煎麵 是海鮮煎麵 這都...你自己調好的嗎 對啊 這就是麵糊 你蝦子在哪裡 蝦子不吃不吃 我這裡有放蝦子 這樣喔 但是喔 我等一下要加強一點 好 我知道 來 這交給我 等一下要關之前還要再加 不就變成像什麼 和它煎一樣 現在可以嗎 就這樣 就這樣 怎麼說呢 再翻面 你厲害喔 有在動蜂蜂蜂 笑話 好香喔 那個... 就是用刺蝦青那個 我覺得這也是因為 為什麼大家喜歡用刺蝦青蝦 拿來做一些焦香啊 就是因為它的香氣很足 它那個整個起來那個香味 好香喔 是有清那個 好香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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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怪 為什麼以前的人 可以發現就是這麼多的美食喔 現在的美食會不會 自然條件的美食越來越少 你們東港人很幸福耶 烤蝦西在東港 你可以直接拿到新鮮的 一般我們買到都是乾過 乾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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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啊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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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雞 切雞 感謝國友哥提供的情報 我們才能見識到現撈的刺蝦青蝦 而這道蝦餅料理 則是國友哥親自研發 經過多次失敗才有的新菜色 也就是這麼憨厚又認真的性格 讓海鮮店的料理 能夠牢牢抓住客人的胃 現在就來驗收一下吧 有沒有看過這個蝦餅煎起來 已經被抽碎抽到剩下半片了 我跟你講太好吃了啦 這個 國友哥 你厲害耶 你去發明了這個 我跟你講 這個刺蝦青蝦 預熱以後有 有點像半炸的方式 半煎炸 把它整個的蝦的那個香氣 逼出來 然後配上這個煎餅 我覺得很好吃 這種東西冷凍它會整個勾 不然我也要 而且也沒有那麼甜啦 甜度不夠啦 一定要現撈的才會甜才會好吃 這個是新鮮的 這是刺蝦米 刺蝦蝦刺蝦米 這個你們有賣嗎 這個也是要看機會啦 事先預定啦 如果有蝦子就可以做 對 刺蝦米 刺蝦米 刺蝦蝦有一個 我不知道怎麼形容的那個香甜感耶 我用這樣的方式曾經在太馬里 吃過這個紅頭不辣 一模一樣的方式 但刺蝦蝦有一種 海味的香氣 好 再來還有什麼 這個 先吃原味好了 好 我先吃一點原味 來一點原味 這是又是你開發的 會不會變招牌菜啊 有可能喔 我試試看 試看看 是不是要一罐米蘆 這要... 你很難想像吃尾心蝦 它永遠是配角耶 但是這個配角 它銷售在全台灣各大的 鄉鎮 大街 小巷 你都會去吃到它 但你卻不知道它叫吃尾心蝦 但你現在把它拿來當成主角 使用的時候 好驚豔的感覺喔 以前都通常就想到櫻花蝦 但完全不知道說這種東西 其實本來就有這種東西 然後很甜 很好吃 很好吃... 這麼便宜啊 用...要包嗎 包著... 包著吃 多了一個 輕鬆感沒錯 但是... 但是我比較喜歡吃原味 因為我們有小酌的人 吃原味 搭配著啤酒下去以後 就是一種清爽感 但如果你沒有喝酒的人 我覺得你可以用這個 它清爽感就出現了 螃蟹醋 我先把我碗裡的脆 其實這樣子啊 拌下去很好吃 真的 味道又更棒 在地人的吃法 這我們店招牌螃蟹 招牌喔 你喜歡什麼螃蟹 這都是大鵬灣野生的螃蟹 我跟女婿通 我每次來大鵬灣 都會吃到大鵬灣的海鮮 是一種 有一種特殊的甘甜味 甜味 因為它的鹽度 海水鹽度比較高 所以它的海鮮出來的那個餅子 大鵬灣海鮮真的不太一樣 真的不一樣 好甜喔 幫我打一個博主光 神天了 其實有點奢侈耶 用一碗下去煮麥 滿滿都是螃蟹的味道 舒服 很軟味啦 很軟... 我們去華僑市場那邊 那個阿姨送我們的爐蝦 阿姨送的喔 如果你要來吃喔 怎麼好意思 謝謝阿姨 這個 絕對沒有養子 都野生的 在大鵬灣裡面那個叫沙蝦 為什麼很少人在養 因為牠真的生長走起太長了 這些都會很甜 很甜 甜 我們店的招牌就是 都用野生的 野生的海蝦比較平均 剛好是你們這邊可以 這邊就是在地 所以 來 怎麼能不找你 對不對 還是一樣那句話 產地到餐桌 越精緻越好 那你要怎麼樣 有辦法把產地直接到餐桌 就是你環境要很好 你土地要很好 你養分要夠嘛 你出來的水產 物產 它才會是很好的 好的東西 是會有不好吃的嗎 怎麼可能 對不對 好吃 新鮮的食材已經贏了一半 再加上好手藝的國有哥 美味當然加倍囉 果然每次來到東港 都能有新滋味